車子原本在外側車道準備下雜道時 沒想到後方突然猛力撞擊 一瞬間碎片四散 還有一台藍色轎車從右側出現 明顯看到被撞擊的痕跡 車體後方整個都凹陷進去 連環狀事件發生在八號下午台中市 北屯區台七次線東向23.4公里處 一台藍色小貨車沿著七次線外側車道直行 一次是駕駛分心觀看道路環境 造成追撞藍色轎車 接著又撞上白色的寶石捷 寶石捷再撞上前方的小客車 据了解這台白色寶石捷的車主 才剛到首約兩個月 今年出場的新車要價至少390萬起跳 被絕撞後車身跟車位都有大面積的損壞 後方保險桿也斷裂 光是這一台的維修費就要高達數十萬 不過詳細的造勢原因將由交通大隊釐清